说到钢炮车型啊 很多人应该只会想到欧美汽车品牌 不过没有办法 因为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呢 很少会制造小钢炮车型 不过呢在之前 Toyota 刚刚发布了一款大载号称是 最强 1.6 涡轮增压引擎的 GR Yaris 这款 GR Yaris 不管是外形啊 引擎动力或者是操控上面 都有着绝佳的表现 而且重点是这款车未来还有机会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我们先带大家去看看这款 号称最强 1.6 涡轮增压引擎的车款 到底强在哪里 其实在上一代的欧规 Yaris Toyota 已经打造出了一款叫做 Yaris GR-MM 的性能钢炮车型 所以现在这个 GR Yaris 我们可以看作是第二代的性能版 Yaris 这个 Yaris GR-MM 是 Toyota 载载性部门 集合了 Toyota 参加的一个 WRC 赛事的经验所打造出来的车型 不管是在动力啊 还是操控上面 都很出色 而这个第二代的 GR Yaris 和这个 Yaris GR-MM 有什么差别?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原本的 1.8 公升机械增压引擎 变成了 1.6 公升的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第二点就是更换了 TNGA GA-B 的平台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 这个 1.6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它是 Dynamic Force Engine 家族的一员 它主要的基础是这个 1.5 的 3 缸 Dynamic Force Engine 的涡轮增压版本 只是为什么它的排气量会变成 1.6 公升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WRC 的规则 它需要这个参赛车款 只可以采用这个 1.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 Toyota 在没有办法之下 只可以把这个 1.5 公升的引擎 扩缸成 1.6 以符合这个赛事的标准 这一具 1.6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有两种输出 在欧洲市场应该排放法规的关系 所以它的马力会比较低一点 最大马力是 261 PS 峰值扭力 360 Nm 而在其他的市场 它的最大马力就达到了 272 PS 峰值扭力 370 Nm 这具引擎刚刚发布的时候 Toyota 宣称它是地表最强的 1.6 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言论引起了不少争议 因为这个 Peugeot 308 GTI 的引擎马力 好像更高一些哦 不过其实Toyota 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这具引擎可以符合最新的 Euro 60 排放标准 而 308 GTI 上面的 1.6 涡轮增压引擎 就达不到这个标准啦 所以Toyota 才有这个底气这么说 毕竟你的马力再强 你没有办法卖也是没用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 TNGA GA-B 的平台 一般上这个厂商在打造 B-Segment 的小钢炮的时候 它们的后选调都是 Torsion Beam 可是在这个 GR Yaris 上面 Toyota 直接下重本 采用了这个 Double Wishbone 另外呢 因为它是为了 WRC 赛事所打造的小钢炮 所以它自然也支援了这个全轮驱动 AWD系统 这个 AWD系统呢 Toyota 将它命名为 GR4 手排 1.6 涡轮增压引擎 Double Wishbone 加上 AWD 这款车的 0-100 加速多快呢 答案 它只需要 5.4 秒 这个加速啊 基本上已经不会输给这些 C-Segment 甚至更强的钢炮车型了 Gi Yaris 发布之后啊 很多马来西亚的 Toyota Fans 都很期待 这款车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根据这个路边设的消息啊 这款车会在明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然后限量 100 台 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售价啦 我个人觉得啦 这个 GR4 在马来西亚不会太便宜 首先呢 这款车是在 Toyota 日本的 Moto Magi 工厂生产 这一家工厂之前是生产 Lexus 超跑 LFA 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Toyota 是用很高很高很高的规格 来对待这款车 第二点呢 就是这款车在日本的售价 其实也不会太便宜 入门版的售价是 369 万日元 顶级版的售价是 456 万日元 我们拿这个 Seavit FKF 来想理 Seavit FK-8 在这个日本的售价是 458 万日元 两个顶级版的价钱只相差 2 万日元而已啊 所以我们相信啊 这个 Yaris 呢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过后 价钱大约会在 30 万令吉左右啦 不知道你对这个的价钱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 GR Yaris呢? 记得哦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这个影片按赞 以后comment 跟我们分享你对这个 GR Yaris 的看法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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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